眼镜难硬拖狗去咬猫,善良的小黑狗正拖下到它竟还冷笑去追。 狗狗被抓住项圈拖去咬猫,吓得赶快逃跑。 一位戴眼镜的男子对住亲人的黑狗狗大声叫嚣,随后朝住地板吐一口冰冷汁,便叫小黑去咬在机车上的猫咪。 见狗狗不肯照做,甚至还硬拉住项圈要它去攻击小猫,最后亲人的汪星人正拖下跑,男子竟然露出诡异的笑容上前追去。 发型设计师郭梦如在店门口看到住个过程,不禁感到担忧。 穿住白色衬衫,西装酷的中年大叔在发廊店门口对住狗狗大声吼叫,过一会儿竟抓住狗狗的项圈,并只住在机车上的小猫叫它去咬。 小黑一直抗拒想逃,但这名男子却不肯放过他,还用尽全力拖住狗项圈去咬猫,最后汪星人害怕地跑开。 小黑不想听从陌生男子的指令去攻击喵咪。 小黑吓跑后,中年大叔先是嘴里念念有词,接住冷笑过后又上前去找狗狗。 郭孟如表示,当时看到这名男子把他拖来我们店门口之后,就开始示意要叫狗咬猫,但狗狗不肯还费了二、三声,当我要出去制止时人就跑掉了。 原来这只小黑其实是附近摊贩养的狗狗,平常时亲人的他总是喜欢到处找人玩,没想到这次会遇到行为怪异的阿伯,现场还有人看到他一直拿拖鞋做事要打狗。 郭孟如分享至网上后,引起许多网友的气氛,纷纷留言说,肉走他让他红,有病是不是?只敢欺负小动物,狗狗好害怕。 拖完狗还笑,有什么毛病,可以举发吗?狗狗好可怜,好担心狗狗的安危。 也有网友认为这个行为已经构成虐待,可以通报以免动物受到更大的伤害。 。